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节课我们来实践FIFO缓存置换算法 那么在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实现了双向的链表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将利用双向链表 来实现这里面的FIFO缓存置换算法 什么是FIFO缓存置换算法呢? FIFO也就是先进先出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也已经学习了 我们这一节课主要是实践相关的算法 那么对于FIFO缓存置换算法 当需要淘汰缓存的时候 我们把最先进入链表的节点进行淘汰 好的我们接下来实现相关的算法 来到IDE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刚才的目录下面 新建一个python的package 命名为catch 我们把相关的缓存置换算法 放到这个目录下面 我们首先新建一个pythonfile 命名为FIFO缓存置换算法 那么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我们将来实现这个FIFO的划存置换算法 首先还是文件的编码方式 因为这里面需要使用到收线量表 所以这里面需要把收线量表给引进来 fromcomputerprinciple-double-link-list-import 这一个 接着我们定义一个类 fifo-catch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实现这个FIFO的算法 那么对于这个缓存呢 我们也是需要定义一个init函数 那么这个init函数呢 接受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当前的这个缓存 它最大能够容纳的缓存的数量 self点这个容量等于参数 选择过来的 接着我们需要记录当前的size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一个map来保存key和node的映射关系 最后我们使用面表self点list等于double-link-list 把这个容量传递进去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get方法 那么对get方法呢 我们需要传递一个key 然后对于这个key 我们需要判断这个key的节点是否在缓存里面 如果在的话就返回这个key对应的value 如果不在的话那就返回-1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判断这个key 是否不在当前的缓存里面 如果真的不在的话 那么我们返回-1 否则的话 我们从这个map里面 把这个key的对应的node拿出来 接着我们返回这一个节点的value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get方法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实现put方法 对put方法呢 需要传递两个参数 key和viral参数 首先 我们需要判断 这个缓存它的容量为多少 如果这个缓存的容量它就是0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返回 说明这个缓存它不能保存东西 接着我们需要判断 这个key 是否已经在这个缓存里面了 if key inself.map 如果这个key 已经存在这个缓存里面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做什么操作呢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旧的node拿出来 然后把node value 复为这个新传递进来的value 传递进来之后呢 我们先 在这个双线链表里面 把旧的节点删除掉 self.list.remove node 这里面的这个删除操作 应该是在这个更新之前操作的 删除之后呢 再把这个新的value复制给他 接着我们再进行这个app操作 因为这一个节点呢 它是新的节点 所以默认的 把这个节点放到链表的尾部 这里面判断了这个key 在缓存里面的这种情况 如果这个key 不在缓存里面怎么办呢 那么如果不在的话 我们先判断单线的缓存 是否已经满了 如果满了的话 我们首先把头部的节点给pop出来 pop出来之后呢 我们在本地的这个map映射里面 把这个节点删除掉 删除了之后呢 删除了之后呢 在我们的缓存量表里面 就可以新增节点了 等于node key varial 我们新增一个节点 这个node我们需要引进来 新增一个节点 接着我们往删向量表里面 把这个节点 添加到尾部 同时 我们在本地的这个map 映射缓存里面 也需要 保存这个key 和这个node 最后我们记得本地的size 2加1 还有这里面的if判断 这里面需要减1 这里面也是漏了这个逻辑 好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进行了 添加一个缓存的操作 在这里面 如果容量已经满了的话 那么这里面默认的是淘汰 最先进入链表的这个节点 好的 那么在这里面 实现了这个get方法 以及这个put方法 我们最后还实现一个方法 print方法 这个print方法 我们用于 调试使用的 这个print方法 可以便捷的打印 当前链表的内容 我们直接调用 这个双向链表的print函数 就可以了 好的那么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fifo的 缓存置换算法 接下来进行一个测试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写了一段测试的逻辑 在这里面 首先 新建了一个fifo catch 由来为2的catch 然后往里面 添加 这个key value 等于1的缓存 打印 添加2的缓存 打印 然后打印 get1的结果 然后往里面 添加3的缓存 打印 然后打印 get2的结果 然后打印 然后往里面添加4的结果 打印 这最后我们再尝试 获得1的缓存 好的 然后我们把它跑起来 看看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 好的跑起来了 我们把结果和逻辑 一对应看一下 首先 添加了 1的缓存 那么这个时候 打印 它的缓存的内容是 11 符合预期 接着我们把2 添加到了缓存里面 打印 符合预期 然后我们get1的结果 等于1 也符合预期 然后我们再把3 put进去 put进去之后 打印了2233 把这个1给淘汰掉了 因为我们的容量只有2 所以这里面把1淘汰掉了 也符合预期 接着我们把get2缓存 得到2 也是符合预期的 接着我们再把4的缓存 put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了3344 把这个缓存2给淘汰掉了 也是符合预期的 最后我们再来尝试 获得1的缓存 那么这个时候 获得1 因为1这个缓存 没有在这个链表里面了 所以这个时候返回-1 也是符合预期的 这样子我们就实现完成了 5缓存置换算法的过程 很简单 如果这个缓存的容量没有满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的往尾部 添加节点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缓存满了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淘汰第1个节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5缓存置换算法 那么这几课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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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